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继续学习2021年初级会计实务基础班次的课程 我是竹江老师马晓鑫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一章会计概述第四个关卡 会计科目和借贷记账法 那您肯定知道,本关卡是非常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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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要说三遍 那您要看清楚了,本关卡您学习的怎么样,就决定了您之后能不能够听懂咱们后面的账务处理 本关卡主要涉及到两个大的知识点 第一个就是科目和账户 第二个是借贷记账法 那咱们接下来逐一的来看 首先看一下考点一,会计科目和账户 那毫无疑问呢,我们要在本考点先学科目,然后再学账户 先说会计科目,简称为科目 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 这句话有没有让您想起点什么,看看这张图啊 咱们之前讲六要素的时候就给您说过 企业有很多的经济业务 我们根据它的经济特征把它分成了六大会计要素 有谁来着?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 好,接下来我们又把六要素再进一步的去分类 分成的就是会计科目 好,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科目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去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 再来是进行会计核算和提供会计信息的基础 咱得先有这些科目,您后面才能核算 例如我们做账务处理的时候 我们去写这个分类 那它有三要素,咱们在后面会学 首先是借贷方向 然后就是会计科目 再来是金额 所以您这个会计科目学的怎么样 它决定了您能不能去做账务处理 所以它是会计核算 那再来您要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 那也得有科目啊 我们仍然要去做账啊 所以要是提供会计信息的基础 再来看分类 会计科目可以按照第一个反应的经济内容区分 第二个按照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预关系分类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研究会计科目分类的时候 一共有两个分类标准 一个是按照反应的经济内容分 这个时候您会发现一个特点 因为咱们在前头学的会计要素 也是按照经济内容区分的 所以当会计科目按照反应的经济内容区分类的时候 这个时候跟我们前头的要素联系是最大的 一会儿我们会带着您去看 那再来第二个分类标准 第二个分类标准实际上同时有两 一个是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 那详细程度嘛 说白了就是有详有略 有相对来说分的更细致的 有相对来说分的粗糙一点的 以及统育关系 什么叫统育关系 小新老师有三个小弟 好 我一招手小弟就得跟着我走 没问题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跟我的小弟之间是不是就有一个统育关系 那咱们的会计科目呢也会有统育关系 那这时候就会要去找出来谁是老大 谁是小弟 好 两个分类的依据 我们先大体看了一下之后 我们来逐一的去看具体的分类 首先第一个标准 按照反应的经济内容来分类 那这个时候因为咱们的会计要素 也是把企业的经济业务按照经济内容去分的 所以这个时候您所分出来的科目类别 跟会计要素之间是有联系的 因此您看我左边给您列这一列是谁 会计要素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 这是咱们上一个关卡在学习的 那再来右边的这一列 就是按照的反应的经济内容 去分出来的科目 类别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您会发现 分出来的科目类别 后头都带一个类字 没问题吧 这是科目类别 都带一个类字 再来就是我们看看 跟会计要素之间的联系 那您会发现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这里是不是对应的呀 只不过加了一个类字 那为了方便大家现在的记忆呢 我们稍微给您去对应一下 会计要素与科目类别之间的联系 但我要提醒您的是 我们现在是给您粗略的对应一下 并不是百分百的完全对应 因为之后随着您学习会计内容的深入 包括您学初级 中级 筑块会计 那么还会有一些特殊的部分 但是咱们在初级阶段这里 就先不着急去讨论了 好 首先那要素当中的资产 就对应到会计科目类别当中的资产类 但实际上我们在要素当中的资产 有一部分还被对应到了咱们的成本类 到科目当中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正在生产的产品 也就是在产品 那以后会给您讲 它对应到的科目呢 是生产成本 以及一些间接的成本费用 对应到的是制造费用 这都是属于成本类的科目 但实际上您要从要素的角度上来说 它也核算的是资产 而这些成本类的科目 就是刚才给您提到的 想生产成本啊 制造费用这种 它以后呢 也会转入到资产当中 那这块您也不用着急 这个内容是在我们后面学习第七章内容的时候会给您讲解的 所以您现在知道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呢 是负债 负债要素对应的就是咱们负债类的科目 还有所有者权益 对应的是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 没完 咱在前头反复说 利润是属于所有者的 所以实际上您在要素当中学的这个利润 它都对应到了所有者权益类当中 那以后 也就是本讲 咱们在后面会给您去展示所有者权益类常见的会计科目 您会发现 凡是带着利润两个字的科目都是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 这就是链接到前头给您讲的利润是属于所有者的 好 再来 我们注意一下 咱们的科目类别当中有一个叫损益类的科目 损益类 我们给它拆一下 那损就是损失 其实就是相应的支出 益就是收益 那么我们给它在这里 分开 因为一会对应的时候呢 需要略略的去给它区分一下 去对应一下 好 那么看一下 咱们在要素当中的收入 这个要素 它是反映的是日常的收入 那这些收入呢 都会对应到咱们损益类当中的收益 其实就是寄到了损益类当中 那再来 咱们还在要素当中学到了费用 那费用这一部分呢 我建议您啊 也给它稍微区分一下 其中与成本有关的 主要指的是有一个研发支出 我们后面再讲第二章资产 无形资产的时候会说 那对于费用化的研发支出 最终会寄到管理费用当中 那这一部分 它在一开始寄到研发支出的时候 对应的是成本类 而其他的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基本上是对应到损益类当中去 另外损益类实际上核算的 比要素当中的收入和费用还要多 因为要素当中的收入和费用 都强调的是日常的 而损益类当中呢 它还会去核算那些利得和损失 但是这些利得和损失 得是寄到利润当中的 才会在损益类当中去出现 那如果是寄到所有者权益类当中的 利得和损失 是在所有者权益类科目当中 其实就是前面说了一个 其他综合收益嘛 好再来 最后还有一个共同类 共同类您就不要管了 我们在初级 一个科目您也不会遇到 所以在这儿 在初级 您首先要把握的是 会计科目 按照反映的经济内容区分类 分成这六大类 包括共同类 要把它记住 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 前三个 基本上对应要素 您是没有问题的 那再往下有一个 损益类 成本类 共同类 所以在这里头 您要注意 如果问您科目的类别 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 损益类 成本类 共同类 如果问您 损益要素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 费用 利润 这一块 我并不要求您 完全的去给它 一一对应 那您 最起码要达到的是 要素 跟会计科目的类别 能够给我区分开 如果能对应上 当然好 如果对应不上 也并不影响您 后期的学习 好 只是为了 方便于 链接到后续的知识点 我给您去对应了一下 好 接下来 我们就继续沿着 按照反应的经济内容 分类 分出来的六个类别 我在这里 带着您去看一下 每一个类别 常见的一些会计科目 第一个 资产类 那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按照资产的流动性 分为反映流动资产的科目 和反映非流动资产的科目 那么我们怎么去界定 它是流动资产呢 咱们在前面给您讲要素的时候 稍微有提到 那这一块呢 并不需要您去记下来 我们稍微听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短期之内变现的 像这种 例如我们存到银行当中的 这种活期的存款 或者是三个月到期的这种相应的存款 库存现金 这是可以直接用的 当然也是属于流动资产 再来呢 是在一个营业周期之内 可以变现或者是耗用的 比如说原材料啊 库存商品啊 还有应收账款这些 再来呢 还有就是持有 就是为了交易的 比如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好 那只要不是流动资产 剩下来的就都是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的特点就是 它不能够在短期之内变现 所以当您看着长期 几个字 那还有就是比较贵重的这些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再建工程 它们都是属于典型的非流动资产 您在这个地方并不需要 特别细致的去界定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我们在后头讲第六章财务报表的时候 还会给您说 那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资产类的科目 在这里头 我先带着您大体来看一些 我强调一下 不需要您在现在去把这些会计科目背下来 不用背 但是呢 我希望您现在能够大概混个眼熟 就也不用说全部的都混个眼熟 我们起码把一些比较容易辨认的资产类的科目 我能够达到说 哎 我一看 我就知道它是资产类的科目 在这个时候 我给您找了一个小窍门 您想 资产就是企业拥有的一切的经济资源 那具体说起来包括什么呢 不就是钱 权和物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钱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还有一个其他货币资金 这一看就是钱 这是企业的资产 再来是权 那权这里头有好多种啊 比如说有债权 那债权 比如说别人欠咱的钱 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去找应收 像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未来我们还会涉及到 有什么应收票据 应收鼓励等等 带着应收两个字的 那就是应该收 还没收 是吧 别人欠咱钱 我们应该收回来 但是我们还没收回来 他们都是债权 所以带着应收两个字 都是债权类的 那也是属于资产 好 接下来 还有是股权啊 那比如说 我们持有某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 还有一些其他的 但是初级当中不涉及 比如说 咱们的相应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但这些内容 后面的这两个内容 是在终极以后再去学习 所以您现在不用着急 那再来我们也可以持有人家的相应的债券 但是持有别人的债券 那个内容也是到了中级以后 我们才学习 比如说债权投资 其他债券投资 那这些呢 如果您通过了初级考试 我非常的欢迎您到中级 我的基础班次的课程当中 我再带着您去学习 好 那这是权 您在初级阶段主要看的是 债券以及有一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是股权 好 再来就是物 物就是企业的东西 比如说在路上的是咱的东西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委托 加工物资 以及涉及到什么固定资产啊 无形资产啊 这都是我们企业的东西 那都是企业的资产 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 您可以找啊 有一些科目上的明摆着带着资产 两个字的 比如说某某资产 例如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递言锁得税资产 别看您没有学过它是什么 但您只要看上头带资产俩字 铁定是资产 好 所以到这 您说 我们并不需要去把这里头的每一个科目都明白 比如说像什么坏账准备啊 材料采购这些 我都没有给您提 因为它们比较特殊 我们在后面讲第二张资产的时候会逐一给您讲解 而在现在 您要做的就是 我结合着资产类里头应该包括钱 权 物 我们尽量的多对应几个 您并不需要把这个科目一个字不差的记下来 您只要能大约的去分辨出 哎 这些大概是资产就可以了 提到的一些您尽量的去记 没提到的您就不用管了 我们到后头会慢慢给您讲 再来 有团员着急了 说老师你这讲的也太快了 那这个库存商品 这个什么再建工程到底是什么 您现在也不用管 后头有的是时候要给您讲 我们在后面从第二张资产开始会一个一个去给您讲解 您需要掌握的会计科目 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 您就大体去认识一下资产类的科目有哪些就行了 好 同理 再看一下负债类 那负债类呢 他说按照负债的偿还期限长短 分为反映流动负债的科目和反映非流动负债的科目 那其实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我们要是在短期之内要还的 或者说是我在一个营业周期之内要还的 那这种的话就是流动负债呗 那如果不是流动负债的就是非流动负债 好 那我们看一下流动负债 比如说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等 那再来就是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是短期之内不用还的 您可以简单的这样先理解 我们不需要准确的去界定 后面第六章我再给您讲 好 那既然短期之内不用还 您会发现它带着长期两个字的 这是非流动负债 那还有就是一个应付债券 因为我们国家公司去发行债券的时候 一般都是超过一年的 经常是三年啊 五年啊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 是非流动负债 好 那有同学说 关于负债类的科目 我们怎么去记呢 我建议您这样想 就想啊 现在咱们开了一个小新企业 大家过来给我当会计 您想一想 咱们企业都会欠谁的钱 比如说我们在建立企业的时候 那钱就不够 我们跟银行借款一百万 行不行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欠银行的钱 那这时候您就看吧 我们如果说是短期之内要还 这就是一年之内要还 比如说三个月还 那就叫短期借款 如果我借它五年 这就叫长期借款 您借了钱要不要还利息 要 所以咱还有一个科目叫应付利息 好 继续看 我们正常的开始去运营 那咱们是不是得采购原材料 回来加工生产往外卖 例如 我们跟假公司采购了一批材料 但是我们没给他钱 那此时就是欠供应商的钱 叫做应付账款 好 再来 我们在运营的时候 如果钱还是不够 咱还可以发行债券去借钱 一旦发行债券就会有应付债券 那你也会涉及到利息 也就是像应付利息这种 好 再来 我们在企业运营的时候 咱是不是得有员工给咱干活 那我们应该给员工的工资 但是我们没给的时候 就是欠员工的工资 这叫应付职工薪酬 那咱企业运营的很好啊 我们挣钱了 挣钱了就得给国家交税 应该给国家交还没交的税 这是在这里您大略的可以去掌握的这些相应的会计科目 我在这里呢 大体给您列示了一下 您基本上按照我刚才的这个例子顺着 能把这些科目分辨出来 他们是负债就行 好 接下来呢 我想再给您总结一些去记 是它是负债类的科目的这种方法 例如 当我们的科目当中写着应付 或者是应交 某某这样字眼的时候 什么叫应付 应付 是应该付还没付的 那么摆明了是我们欠别人的钱吗 所以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股利 应付利息 是不是都是属于负债 好 再来 像应交 您应该交的 还没交的 那不就是欠着的吗 这是应交税费 是负债 那再来像这种借款 写着借款俩字的 那不明摆着是我欠别人的钱吗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这种 是不是 您都可以去对应的找到 好 所以在这里头 您看一下 带着应付 几个字的 应交几个字的 或者是写着借款几个字的 这是典型的 您看一眼就知道 它是负债类的科目 那预收账款 别着急 我们在后面会给您讲 那这是在第三章负债的时候 会给您去进行说明 不用着急 那还有一个 就是跟前头资产类一样 如果它明摆着 带着负债两个字 这个时候 您也不用纠结了 带着负债两字 铁定是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只不过预计负债 初级不涉及 递言所得是负债 在初级也是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再来 是共同类会计科目 共同类 这些呢 我就不建议您去看了 您也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 因为初级阶段肯定不涉及 只知道有共同类 这个类别就够了 再来 是所有者权益类 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呢 好多 您在前面 跟着我去听 要素的时候 都有见过 比如说我们说老板们投进来的钱 是吧 既造注册资本当中的就是实收资本 股份制公司就是股本 那老板们为了投钱而多投的 那就是资本 攻击 再来我们前头还说 说咱们 企业 是不是可以 自己去攒钱 是吧 主动攒的 这就叫盈余 攻击 那再往下 我们说利润是属于所有者的 那您看着带利润两个字的 铁定是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 其他综合收益眼熟吗 眼熟啊 我们说利得和损失 有一部分会直接寄到所有者权益当中 就是寄到了其他综合收益当中 但这个科目 实话讲在初级对您没什么用啊 我们在初级不会涉及到它 再有就是库存股 库存股呢 您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在后面讲第四章 所有者权益的时候会给您说明 好 所以这是所有者权益类 常见的科目 那我基本上都有带着您看过 或者是有给您提到一些相联系的内容 我觉得您基本上可以在这里 大体的就把它都对应上 还有就是成本类的科目 那成本类属于成本类的科目是 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以及研发支出 那这个时候您可以记一下啊 研造生 那您知道有一个学位是研究生 是吧 这里是研造生啊 您对应着链接一下 再来还有两核 是合同取得成本和合同履约成本 有天说 合同取得成本和合同履约成本是什么 别急 这个内容属于第五章 学习 收入的时候会给您讲解的 所以总体来说 在初级阶段 成本类科目 您记住 研造生 两核 研造生 是研 是研发支出 造是制造费用 生 是生产成本 两核 合同取得成本 和合同履约成本 好 所以在这里 这是成本类的科目 有哪些 接下来 是损益类的科目 那损益类的科目就比较多了 对吧 我在这儿 把您会遇到的都给您罗列出来了 给一个口诀 来记一下 三收三费所得税 两成三亿外加减 二 也就是减 减有两个 好我们看一下 三收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还有营业外收入 三收完了之后是三费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三收三费之后是所得税 这个好找 所得税费用 接下来 两成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三亿 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投资 收益 还有一个 以前年度 损益 调整 接下来是 外 加 减 外是营业外支出 加是营业税金 即附加 减 是资产减值损失 和信用减值损失 因为这里头减有两个 对吧 减是二 好 那损益类的科目 您要把这些 都能够给它对应上 那我们再来对应一遍 三收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外收入 三费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再来是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继续 两成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三亿 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投资 收益 还有一个是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两成三亿之后是 外 加 减 外 是营业外支出 加是营业税金 即附加 减 有两个 是资产减值损失 和信用减值损失 仍然是现在 不需要您去掌握说 它具体说的是什么 其实也不用您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 但您最好能够结合着口诀 大体对应一下说 哦 这是损益类的科目 就可以了 那具体需要您掌握到 我们会在后头的第二章到第七章当中 给您去进行讲解 好 那在此处呢 我还有一个内容 想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们在后期去学习的时候 涉及到一些计算 它经常会说影响当期 损益 的是一旦说影响当期损益 您就去找 它如果影响了损益类科目 那就影响了损益 但这里强调的是当期损益 所以呢 不包括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它所影响的是以前年度的损益 调的是以前年度的损益 而不是今年的损益 所以在这里头呢 当它说到影响当期损益的事 不包括最后一个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那剩下来的 只要影响到这些相应的科目 后面我们会说 它对应开立的账户当中的金额 那这个时候就算是影响当期损益 所以您别到后面 说人家老问你说 损益 那么损益是什么 损益您往损益类科目上头去靠啊 在这个时候您注意一下 如果它说影响的是当期损益 那么就跟最后一个没关系 因为这是以前期的损益 好 再来就是有一些时候 它不是说当期损益 而是说影响当期利润的 那仍然去找咱们的损益类的科目 因为损益类里头呢 都是收益和损失 其实就是收和支 是吧 好这不是损益吗 收益类的以及损失类的 那这个时候 它们到后面都会截转到利润当中 我们一会在后面讲账户的时候会给您说 损益类账户或者说科目 期末是没有余额的 因为它要转到本年利润当中 所以它们最终都会影响利润 所以当他说影响当期利润的时候 你影响了损益 也影响了当期的利润 只不过他说的是当期利润 那就要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给它去掉 而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实际上咱们在初级阶段只有一个位置会用 就是涉及到固定资产盘盈的时候 所以平时您也不用特别去纠结 因为平时您基本上也见不到它 好 这是对于这个部分给您的一个补充 您能记住就记住 您要是现在没有给它记下来也没事 您有一个印象就可以 后面我们在涉及的时候 我还会给您强调 好 在前面这里头 带着您看完了 按照经济内容去分类 我们把会计科目分为六个类别 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 以及损益类 共同类 成本类 这六类会计科目 我在这里带着您去看了 常见的一些会计科目 再来我再次强调 您在现阶段 您当然可以拿出个三五分钟时间 结合着我给您的一些小心点 去大体对应一下 它们是属于哪个类别的 但并不要求您说把每一个都对应上 能对有多少对应多少 具体是什么 我们在后头慢慢讲 那再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按照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 及其统一关系去分类 刚才是按照经济内容分出来了六个类别 现在按照详细程度和统一关系 那么找吧 详细程度 那是不是就是有详有略 首先我们先粗略的分一下 分出来的是总分类的科目 那我再更细致的一点去分 那这就是明细分类科目 好 那再往下 您说它还有一个统一关系 那谁是老大呀 总分类科目是老大 明细分类科目是小弟 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总分类科目 又称总账科目 或一级科目 所以说到一级科目是谁 是总分类科目 又称总账科目 有听说总账是什么 不用着急 第一章的后面 我们就会给您讲 相应的账簿的内容 到时候会给您提到 好再来 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 进行总括分类 那实际上就是相对来说 粗略一点的分类 提供总括信息的会计科目 好 那此时就有推说 到底哪些是总分类的科目呢 刚才您在前面这里所看到的 所有我给您举例的这些会计科目 都是总分类的会计科目 为啥呢 因为总分类的会计科目 是由财政部统一去制定的 那不是我们自己编的 就是刚才您所看到的这些 那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写分录的时候呢 要先去记会计科目 因为这些会计科目已经定好了 您一个字也不能改 你说我看哪个字不顺眼 我给他改一个字 不行 改了就错了 这是财政部统一制定的 所以前头您见的所有的 都是总分类的科目 那再往下 更细致一点的分呢 有明细分类科目 明细分类科目 又称为明细科目 是对总分类科目 做进一步的分类 我把总分类科目 我再进一步的去分类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提供一个更加详细 和具体的会计信息的科目 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库存商品 您看一眼库存商品 这个科目 您觉得它是什么类的 是资产类的 因为库存商品 那不就是企业仓库当中的商品 就企业的东西 当然是资产 好 显然这是一个总分类科目 这个我们在前头见过 好 那您想 如果我们仓库当中的库存商品 有很多种 比如说咱是生产家电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来个明细科目 总分类科目和明细科目之间 用破折号相连接 那我这就可以有 库存商品 有冰箱 有洗衣机 我简单写了 还有微波炉 可以吧 那我就可以在总分类的科目下面 我再去列明细科目 那您会发现 明细科目 经常是咱们企业 根据我们具体的需要 自己去编制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明细科目 是财政部统一制定的 您写的时候不能写错了 那那些呢 我们在后续 如果涉及到 我会去提醒您 但如果不是人家制定好的 绝大多数的明细科目 是我们根据咱们企业的需要 我们去设置的 那也有可能说 我这个企业 是吧 我是卖这个运动产品的 那我就可以是库存商品 杠儿运动服 杠儿运动鞋 杠儿篮球 是不是 好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去进行相应的编制 那这是这一块 您要看清楚 如果某一总分类科目 所辖的明细分类科目较多 可以在总分类科目下 设置二级明细科目 这就是总分类科目 那它所辖的 库存商品太多了 我就可以给它设置二级明细科目 这是二级明细科目 有冰箱啊 洗衣机啊 微波炉啊 在二级明细科目下 如果有必要的话 您还可以设三级明细科目 比如说 我们企业 冰箱也有两个型号 有A型号和B型号 那我就可以再往下去细分 所以此时是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三级科目 是这样的情况 那一般来说 我们的总分类科目和明细科目之间呢 是用破折号去连接 那二级明细和三级明细之间 您如果没有单独去学过的那种 您也用破折号去连接就可以了 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 三级明细科目可能在括号内 例如很典型的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括号里头是肖像税额 或者是进向税额 那这是咱们的习惯 把肖像税额或者是进向税额 记在括号内 它实际上是三级明细 但是您说什么时候我用括号 什么时候用破折号去连 这块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这种规定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都有 所以这一块您就不用纠结了 而且在考试当中呢 您也不用纠结 因为初级考试都是选择题 它都给你写好了 你去选就行 那到了中级和注快也没有事 那个时候虽然需要您自己写 但是咱基本上是不会涉及到三级明细的 除了这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像税额或者是进向税额 好 再来提示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总分类科目都有明细科目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比如说本年利润 它是一个总分类科目 但是它并没有对应的明细分类科目 好 所以给您一道判断题说 所有的总分类科目都有明细科目 那就是错的 有的 没有 好 好到这儿 我们看完了会计科目分类的第二个依据以及分出来的类别 这是根据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一关系去进行分类 分出来的是总分类科目和明细分类科目 那您记着总分类科目一般都是由财政部统一制定的 前头的这些全是总分类科目 那后面呢还会有明细分类科目 明细分类科目一般是咱们根据情况自己去编制 也有一些是定好了的 好 那再来就是注意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总分类科目都有明细科目 这是对于会计科目分类的说明 看一下这道单选题 根据科目内容计入成本类账户的是 说计入成本类账户 A主营业务成本 这一看 它是损益类的科目 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确实是成本类 因为成本类包括研造生两核 这是造制造费用的造 这是成本类 好 再来研造生两核 那还有谁 研是研发支出 造就是制造费用 生是生产成本 还有两核 合同取得成本和合同履约成本 好 那您看一下其他里头是不是都不是 那管理费用和其他业务成本 也是损益类的科目 损益类我们说有三收三费 那三费当中包括管理费用 三收三费所得税两成就是主人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两成三以外加减 减有两个 好所以如果您要是忘了再回去快速的看一下 那么再来呢 我想要链接着给您稍微提一下账户的内容 账户先看概念 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设置的 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 用于分类核算会计要素增减变动情况及其结果的载体 他强调账户它是有结构的 然后呢 用于去核算相应的变动情况以及结果的载体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来辨析一下会计科目和账户的关系 您可以这样理解 科目它只是一个名字 它就是一个名称 那具体我们要去记录什么的时候 要在账户这个载体当中去呈现 比如说当您听到小新这个名字的时候 那小新就是一个名字嘛 那小新是谁呀 有可能是一个动漫人物 是吧 有可能是一个不偶 也有可能是您认识的某位讲师 某位讲师疯狂暗示 好 那再来 我们要是在大街上 我说 小新会不会有一大堆人 举手说 哎 你叫我干什么 但是 如果要对应到某一个具体的载体身上 比如现在告诉您 我们在这里说的小新 就是指您所认识的这位讲师 那此时 您就可以完全把小新这个名字 和我这个人 对应上吧 而我这个人 这三十来年的成长历程 我的学术 我的知识 我的经验 是不是都是在我这个载体上面去进行体现 所以您要知道 科目 它只是一个名称 而我们的企业当中 会先设置会计科目 这是个名称 然后呢 要对应的去开设账户 因为如果不开设账户的话 那我们经济业务的增减变动和结果 我就没地儿写 因为科目它只是一个名字 那具体相应的变动 相应的这个结果 写在哪 写在账户当中 所以这个地方您要看一下 但是我们不得不跟您说一下 在咱们会计的实务工作 包括我们教材的编写的时候 科目和账户是混着来的 您要从咱们学术的角度上 确实科目就是个名称 账户是载体 但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经常一会说科目 一会说账户 把它们是按照一个意思来说的 你比如说您指着我 我是小心 那你说小心 小心也是我是这么个意思 您知道是这么回事 所以未来您看教材上一些文字的编写 它是混着的 您也不要纠结 但您本身知道一个是名称 一个是载体就可以了 好 刚才在前头说科目的时候 说了它的分类 到咱账户这儿 也要有分类 但是您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说咱们企业是设置会计科目 然后去开设对应账户 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什么科目 就是什么账户 对吧 所以他们在分类的时候呢 咱们账户的分类依据 以及分出来的类别 跟会计科目是相对应的 比如说分类的依据 也是按照核算的经济内容分 还有根据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 及其统预关系去进行分类 那您看 根据核算的经济内容去分 咱们的科目分成的是资产类 负债类 共同类 所有者权益类 成本类和损益类 而账户呢 后头加了账户 两个字完全是一样的 再来 根据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 及其统一关系 账户分为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您可以简单记 就是把会计科目分出来的类别 后头加了账户 两个字 所以账户 它分类的依据和分出来的类别 跟前面的科目是相对应的 到这儿 您起码要把它弄清楚 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账户的结构 账户是用来连续系统 完整的记录企业经济活动的 那它要干的事很多 所以呢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结构 具体是怎么回事 看一下 因为它是记录经济业务的变动 而实际上 经济业务所导致的会计要素的变动啊 要不然就是增 要不然就是减 同共就这两种 所以咱们的账户呢 只要有两部分就够了 一个部分计增 另外一个部分计减 就可以 所以这里是 账户结构 也分为左右两个基本部分 一方登记增加 一方登记减少 所以在这里 给您看一个简单的钉字账户 中文名字叫钉字账户 英文名字叫T型账户 都行 好 那咱的账户 就是在正上方的正中间 写上账户的名称 实际上跟会计科目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根据会计科目 去设立账户 好 再来从中间一分为二 这样它就被分成了两部分 然后一部分登记增加 一部分登记减少 那您说 它是左边登记增加 还是右边登记增加呢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同学会给答案 有同学说 老师我猜不掉你的坑里 没错 要注意 具体哪一方登记增加 哪一方登记减少 取决于记账方法和该账户所记录的经济内容 所以您不能单纯的去说 说账户的左边登记增加 右边登记减少 这是错误的 一定得具体去看 比如说我们后面是借贷记账法 在借贷记账法下 那我再去看 例如具体到资产类的账户 那它是借方表示增加 贷方表示减少的 那如果在借贷记账法下 它是现在是所有者权益类的账户 左边是借方 右边是贷方 那对于所有者权益类账户来说 是借方表示减少 贷方表示增加的 具体哪边增哪边减 得取决于记账方法和账户所记录的经济内容 有天说 哎老师您刚才说什么 你说什么资产哪边增哪边减 先别急 下一讲我们再去研究那个内容 这一讲我们先把分类相关的内容整清楚 那再来在本奖呢 还有最后一个小内容 看一下 就是账户 它会有期末的余额 那告诉您说期末余额 等于期出余额 加上本期增加发生额 减去本期减少发生额 还挺拗口 那么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很简单 比如说 马老师 家里头的后院里头有一个猪卷 可以吧 我这个月的月初 猪卷里头有三头猪 这是不是就是期出余额 但您要注意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是有联系的 因为上一期的期末 比如说上个月末 我家猪卷里头有三头猪 上个月期末的余额 就是这一期期出的余额 上月末有三头猪 这月初还是三头猪 对吧 那我要是本月末 我要是假如说有十头猪 那下个月初不就是十头猪吗 所以上个月的月末是这个月的月初 好 那这个内容我们在下一节 也就是下一个讲解当中 我会给您再说明 好说 仓库当中月初有三头猪 然后呢 最近猪肉的价格啊 涨得挺好 所以我在本月 哎 我又买进来五头小猪仔 我接着养 养肥了好好往外卖 对吧 然后呢 本月我卖出去了两头猪 我们家来了两拨亲戚 我又宰了两头猪 我问您 统共我们家到了月底 还剩几头猪 那不就是用七出余额 七出猪卷里有三头猪 加上本期增加发生额 本期又买进来五头 减去本期减少发生额 本期卖出去两头 又宰了两头 那我最后剩下来四头猪 这就是七墨余额 是不是很简单 好 所以在这里头 您先结合着这个养猪的这个例子啊 我们把这个等式 先给它理解一下 后续呢 咱们会结合着具体的账户 再去给您进行具体说明 那那就是下一讲 要给您讲解的内容了 本讲 您需要重点去把控 科目和账户 它们的分类 依据 以及分出来的类别 尤其是在会计科目那 咱们在不同类别的会计科目当中 有哪些是您大体要去掌握的 这些科目 您起码说我混个眼熟 对吧 比如说资产 里头我能找出来 哪些是钱 全物 负债里头我看看我都欠谁的钱 是吧 像咱们的损益类 三收三费所得税 两成三亿外加减 等这种尽量的去对应 那具体的学习是从第二章开始 往后会给大家具体的去讲 再来就是注意一下会计科目和账户的联系即可 好 那本讲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继续给大家去研究借贷记账法的内容